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問題一是 佛教有南北傳 也有顯宗密宗 看來漢傳佛教的翻譯的經典 有一点文不敬意 想請教法師 弟子想要如法的修習正統佛法 学佛所行 应由何處入手 好 很好的問題 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 那些問題都是屬於 不是屬於在壯中的社會里面 佛教的社會里面不會出現那些問題 那些問題會出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社會我們也是電腦 電腦司機 有Internet 他們找很多很多不同樣的看法 很多不同樣的意見 很多不同樣的修行法 很多不同樣的老師 很多不同樣的專動 在專動的社會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的經典 如果是南川佛教 他們就學巴黎文 不學別的 如果是湛川的佛教 他們就是學湛川的東西 比較不會比較 現在的教育也都是 比較這個那個 成稿子很多種資料 然後學論文 以前的教育完全不一樣 哪裡有那些 沒有 如果我有一點點學專動的方法 你要學法文 你要背誦那些 宋法文的文法 你要學阿比達摩 要背誦阿比達摩宋 在老社會說明 哪裡比較跟什麼 你要背誦 以前的人就這樣學 跟老社學 專動的佛法 所以專動的基督教 專動的道教 儒教也就是這樣 一定要跟老社學 要用西東學 在選學在比較 你不是學比較 沒有這種問題 都是現在的教育的問題 所以宗教的教育 跟現在的教育 有一點衝突 也民族 民族主義對宗教不一定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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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學真的法 那一定要第一 現在的人學宗教第一 他要有信仰 信仰是很重要 沒有信仰 那就比較這個那個 那不一定會受什麼利益來修行 越來越多概念 那些概念跟 是大的方法不一定有什麼關係 第二要選擇 那個佛法非常慣 現在佛教的書 誰都不能夠 沒有辦法看 看不完 一個生命不夠 他只看一個小小部分而已 那一定要選擇一個地幕 要對那個地幕要有熱情 要有興趣 然後深入這個境界 徹底地學 用系統學 這樣在管理佛法 學一個法門 一個概念很清楚 然後再能夠比較跟別的法門 別的方法 別的看法 會有用 不過如果沒有把握一個境界 再比較跟別的境界 這樣學 不一定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 不一定有什麼用 你有把握一個法門 不管是難穿的 還是悲穿的 不管是密宗 還是現法 你有完全入這個法門 把握這個法門 那你就很容易了解別的方便 你一個方便都沒有把握 那你都沒有深入 都沒有動大 那你還要比較什麼 一個方便 一個方便 深入一個方便 徹底地了解 那才可以很容易 比較跟別的方便 這樣要學 所以 個人有不一樣的意樂 依照我們的意樂 如果學佛法 我們就宣誓 如果喜歡南川佛教 就宣誓南川佛教 在南川佛教 如果喜歡修行 那可以學看清淨道論 無礙解脱論 然後他們是清淨道論 是因很多阿漢經 那藏高那些阿漢經 這樣在我們會管理這個境界很清楚 不然學一點點這裡一點點那裡 在比較不一定對修行會有什麼好處 佛學的偉大是在修行 如果不配合學問跟修行 那佛法學不一定有好處 在西方街有一些人 他們學佛法 很努力學佛法來批評佛法 因為他們有別的概念 他們本來就要知道怎麼批評佛法 他們沒有深入 有一些神父 他們學佛法很深 雖然他們是神父 他們的心跟佛教完全相應 為什麼他們能夠這樣做 因為他們沒有邊界 為什麼他們沒有邊界 很可能因為他們有深入自己的宗教 如果真的了解 如果真的了解 他們的心會越來越亂 這是現在的人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那麼多 不過都沒有深入 什麼境界都沒有深入 所以心亂 現在的人心很亂 因為他們沒有受過 轉動的教育 轉動的教育 所以就是強調定 你要背誦 在你能夠真的如 你們 Like 嗯 又 嗯 這給意見 沒有 好 西方 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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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央 道理 以前的人有人 有這樣學 在中國他們有 一定要背 世俗等等 才能够比较 才能够考虑别的概念 你没有背 你没有彻底的学 那你要比较什么 所以最好是 宣誓因为我们有 自由民族主义 我们谁都不强迫 我们学一定的东西 依照自己的意乐 宣誓你最喜欢学的题目 用热情学 彻底的入这个境界 那你的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OK 那第二题也类似了 就是说 经听法师谈慈心观 那墨学稍接出一些佛 一点佛经 未成文慈法 就是还没有听过这个慈心观 请教法师在浩瀚的经典中 应如何寻宝 如何入手 才不会虚度光阴 才能够走入正确的佛道 不会走入旁门走道 请法师慈悲开示 那墨学也很想遵循原始佛教的经义 那因佛灭后 教派分歧 那不知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那这个可以达成吗 那意思是怎么正确的修 特别修咨询观 对不对 我们请这位发问的句子说明好了 是谁 法师 下午已经有跟法师有小餐 有请医过这样子的问题 那法师也给我开示过了 所以都清楚 都清楚了 OK 那下一题就是说 在送爱心给自己的时候 当心中念那个四个月的时候呢 是否要配合观想 头顶上有一个光照下来 那将这个慈心造下来 那在送爱心给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观想我们的心口 有一个送爱的光芒 那照相观想的对象 那 那个都是妄想而已 如果是修行人 离开业主 所以妄想 那结果不会好 对不起 在什么情况下 在修行能够处理所有的障碍 而修行能够成就 修行人 不离开他的业主 如果离开业主 很不安全 不管什么观明出现 什么菩萨出现 什么天人出现 那些都是魔 如果他是 他是学自信观 还是他是学阿纳伯年 这不是他的境界 天人变成 恶鬼 一下去变成 就是做梦 好境界 高兴 不好境界 烧心 那这个是 妄想的境界 你是学野出 你是学定来 离开妄想 住在没有散乱的心 那些如果你注意 那些都跟你的野出 执行官都没有什么关系 你的所言是执行官 所以你要入执行官的境界 那些真相 虽然他们能够出现 如果你注意他们 那你就离开自信官 离开自信官 那那些都变成障碍 如果你要用那些 那你就学 依照次第 学瑜伽 那可以用 不过那个时候 你不是修自信官 你是修别的方面 你 你 也讨厌 你 也讨厌 你 你 你